心头回到国内 如果您想要饲养宠物 不一定要掏钱购买 现在也有民间团体作为媒介 帮流浪动物找寻适合它的主人 让这些被遗弃的动物 有了新的生活 哈喽大家好 我是斑斑 大家好我是莫莫 大家好我是机车小白 会机车的原因是因为我对妈妈很机车 活蹦乱跳爬上主人的肩膀 和四主的感情好到不行 四年前陈小姐在任养网站上 看到被遗弃接头的小白 就对她一见钟情 却因为缺乏饲养经验而一度被拒绝 但最后陈小姐的诚恳态度 打动了流浪动物协会的理事长 刚开始看照片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就很喜欢小白 一边讲电话一边哭 对 然后后来陆时节话有事再跟我说 说她再让我们考虑一下 替遗弃动物找到新家 是民间团体流浪动物花园的重要任务 希望四主们在领养动物之前 确定自己有能力照顾猫狗 才不会对他们造成二次伤害 你要良力而为 就是说减少流浪猫狗被安乐死 然后同时我们在任养的时候 我们会推很多新的肆育观念 你好好的照顾你的狗 就不用弃养它 开始 加油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勾人 勾人和我们艳兵王第一名 四主和狗狗在草皮上 手忙脚乱的进行趣味竞赛 伊林名模小蛮 身旁的黄金猎犬和蜡肠狗 也都是领养来的 要当成你自己的小孩 然后当成你自己很重要的一份子 家里的一个成员 所以我觉得都可以养 以任养代替购买宠物的概念 经过民间团体努力 以逐渐被民众接纳 不但能解决繁殖过剩的问题 也可以让流浪动物 免于安乐死 替他们找到更适合的主人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